大家好,这是我前段时间在种的晚年种偶 现在这两盆晚年种偶都已经长出了新芽新叶出来 那么我们都知道晚年的话它是水生植物 那么水生植物的话就很容易遭染一些虫害 比如红线虫或者是一些蚊子的虫卵 那么这些虫的话不行会危害水质 而且还会影响到晚年的生长 影响到晚年展业和开花 所以我们的防虫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它这种水生植物和其他的一些植物又不同 它的耐药性非常的差 如果我们用上一些平时使用的比虫林这一类的杀虫剂的话 很容易造成这个药害然后影响晚年的生长 那么像这些虫害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才行呢 其实这些虫害的防治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盆里面撒上一粒小黄药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要撒上这个小黄药呢 这个小黄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是无毒的 没有任何的毒害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危害到这个晚年的生长 它不仅无毒 而且呢对于这些我们刚刚说的红线虫啊 这个蚊子的虫卵呢 这些都有非常好的防治和长效的一个杀灭作用 而且使用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激发这个植株自身体内的这个抗病虫的基因 然后呢可以让它后期啊不容易感染这些虫害 而且呢植株呢在一个无虫害感染的情况下 后期呢能够长势更为肥状 而且这些心叶也能够撑撑长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那么大概像我这样这个口径呢 大概在15厘米左右的这样一盆的话呢 我们一次用一粒就足够了 就像这样子用上一粒 然后呢撒进盆土里面 同样的方法扔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治作用 那么这个小黄药的话 我们大概呢就是一到两个星期左右了 使用一粒就足够了 那么在生长期的时候 我们使用上这个小黄药 我们的晚年呢就不容易感染虫害 后期呢这个心叶会越养越多 越养越旺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